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离奇的电邮事件 这个电邮事件是我朋友分享给我的 我才跟大家分享 究竟是什么事呢? 事源是这样的 他今天收到一个email email就是这封email 上面就是简体字 写一些东西很奇怪 关于做好既往香港广东等地邮件快件安全工作的通知 通知各企业 根据上级部署和相关部门要求 现通知如下 对既往香港件按最检验标准收记检视 坚决倒注十五类敏感物品 口罩、头盔、印有敏感图案及文字的文化 第三,弹弹、钢珠、仿真枪、灯山、像、冰铲、工具、鉗、强光、雷射、灯、灯眼、頸、糊涂、面具、长柄、雨傘、玻璃、平等 根据披露信息 着重加强淘导件、协议件的检查 最近起均为协议件 八日... 十四日... 第三,即日起 对既往香港的邮件、快件 采取一级戒备 凡可疑一律不收 发现可疑件及时间 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 对既往广东的邮件、快件 参照执行 公安... 对上一段已经说了 香港件是要100%检视 大家看到这个邮件 都觉得很可疑 例如骗案件 骗你这些资料 那这个邮件是要什么呢? 它是要你给收件人的香港ID 和中文名 是要这么多资料 所以整件事 大家可能... 香港人都很醒目 都不会被骗的 我这位朋友更加是... 知识分子他更加不会被骗的 一看就知道 马上就返回邮件 去返回邮件 问他什么事 大家如果看完这个邮件 你可能... 可能以为 这是买淘宝东西 是错的 大家 那是买什么呢? 其实他是买这件... 这件产品的 这件产品 是在... 一个网站 大家看到网站 一个网站 是一些放在... 乘搭飞机 时候就放着 让脚更舒服 一些布质的东西 是没有硬物 没有金属 全部都是棉 布 橡筋带 这样的东西 完全都不是刚才说的 那些... 那些什么... 整件事有几个疑点 首先... 第一... 为什么会是一个简体信 送给一个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那边 又要转述... 即是转记回我朋友 就问他拿回... 那些资料呢? 那... 为什么会是拿香港ID 和中文名的呢? 这个很可疑 我想大家如果有淘宝 订货也好 买过所有东西也好 那... 刚刚我都去完iher 买完东西回来 就是收货 顺风寄货 或者邮差寄货 是不会这样 是... 事前问你拿香港ID的 你拿挂号 有机会呢 邮差是会问你拿香港ID 对一对个名字 有没有错 这些有可能 事前已经问你 拿香港ID 和名字 有点奇怪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过相同的email 甚至是同样情况 如果有... 不妨大家留言 告诉我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程序 那... 但是我以这么多年 淘宝的经验 在网上买的经验 我在不同国家买东西 在美国买过东西 在欧洲买过东西 在瑞士买过东西 我在苏联买过东西 在台湾买过东西 全部的online网站 Amazon买过东西 我都没试过 要问我拿香港ID 这个第一个很奇怪 第二就是你见到 他的电邮内容 就很奇怪 说的全部呢 就是现在示威者 随身攀带 或者有机会配备的 一些所谓的装备 那... 是不是和最近的示威游行有关呢 是有些... 防御措施已经在做中呢 还有他说是100%要检视所有 是所有香港的邮件 寄来的邮件 那...很奇怪 那...整件事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说完给我听 我问我HKID这件事 很奇怪 初初我以为他是订 一些有电的产品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有做Amazon 都知道 你电的那些产品 就是有电芯 或者水人电 什么电都好 其实是有点麻烦的 这些是被禁止 或者是你要报过海关的时候 是有点麻烦的 那这些是正常的 因为电的始终是引起爆炸也好 或者做... 最差的可能是炸弹也好 有点危险性的 所以每个国家的海关 都对于电的产品 是有秘技 是很正常的 但是对于一些 布责的产品 飞机上面 叫做休闲用品 我可以当它是... 其实... 奇怪 整件事是奇怪 我不知怎么解释 那... 已经得到一旦云了 究竟是... 有人有心做事套料 还是... 什么原因 还是因为近期示威游行 开始收紧所有的 出入口的邮件的一些检查呢? 那...我不知道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牵使或者你知道的内情 或者... 猜测有些什么可能 不妨留言告诉我 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事发生 香港...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 现在... 很多奇怪事情 我是解释不到的 那... 那... 今天这条片讲到这么多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